我們珍活祕法的修行 在感應上不得了 入世很多的響應、很多的感應 初世 你都會瞭解這個宜宙之間的真正的道理 明白了這個世間、初世間 初世間你瞭解什麼是淨土 瞭解什麼是寄生成佛 瞭解什麼是佛性 到了最高的 釋迦牟尼佛講最高的第一義 第一,我們都瞭解 像年齡上師他也知道 有幾個上師都是瞭解的 都知道第一 你知道了第一 你可以講佛的道理 一切都非常的清楚明白 馬上你瞭解的第一 就頓開智慧 你的智慧就打開了 無窮無盡的智慧在你的身上 這個可以成為人天之詩啊 人跟天的詩 不只是神通啊 神通算一般一般而已啦 如果講神通 我們稱為一般一般而已 你執著神通 還是會下第一 因為神通的本身啊 不過有一些一通 你依照某一個來通的現象 那感應啊 其實也是一般一般 最重要的 就是說你修行 能夠正到果位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那麼我們征服密法 可以講是完全齊備 完全齊備 你入世法 你可以息災 可以爭議 可以降福 可以敬愛 出世法 你本身來講 你可以到淨土 了生死 斷煩惱 成就活過 所以這個是最佳的法門 在現代的 征服密法 在現代來講起來 是最佳的法門 一定大家修行 一定有成就的 我們的頭上要頂著 我們的上師 好像師尊來講 那了名和尚 撒迦正空上師 他了名和尚已經有資料 了名和尚已經有資料 了名和尚 這是太平天國十達開的一父子 他是了名和尚 他是了名和尚 一父子 十達開的一父子 三歲出家 法號叫了名和尚 法號叫了名和尚 要名和尚 這是我們的 撒迦正空上師 就是德崇仁波切 撒迦正空上師 就是德崇仁波切 第三次德松仁波邪 見過面 那是第三次 我見到的似乎是第二次 這個西雅圖的撒迦廟 就是德松仁波邪蓋的 德松仁波邪蓋 因為達清法王的妻子的哥哥 就是德松仁波邪 對吧 那個十六四大法王卡瑪巴 是在紐約上州 我在那裡依止他 圖登達吉喪失 那就不用講了 香港人都知道 香港的弟子都知道 他有一次跟我講 這個師尊啊 這個你的這個前世的劃本 都在我這裡 你是不是要拿回去 我說就放你那裡好了 那我也不用拿回去 那是我前世的劃本 都在他那裡 他說要我拿 因為沒有給他拿 所以現在也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這個都是有因緣的 我們修行都是有因緣的 大家在一起都是有因緣的 那你學習的征活密法 也都是有因緣的 將來成就也都是有因緣的 那我也在這裡祝福大家 每一個人身體健康 每一個人啊 都Long life 每一個人啊 每一個人啊 這修行都有正宴 那將來每一個人都修行成就 那麼我們的超度 那更不得了 哇 再怎麼樣子的 只要碰到 我們有這個密法的上智 都可以接引往生 跟一般的超度不一樣 跟一般的超度不一樣 我們直接把法床請過來 把所有的憂民眾載上法床 自然就能夠登上彼岸 一切都是真實不惜的 所以叫做 這是連身法王盧聖燕在浦明同修會的法語開示 由於場地的關係 在旁邊另外的飯店 早就擠滿了上千名的弟子 就是 對